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亚洲投资 林洪向 欢迎收看优质节目频道 赢家应对 今天是7月23号 礼拜二 今天台股大涨 今天涨了109点 来到8214点 量人996亿元 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不晓晓今天你有没有看盘 如果你今天有看盘的话 很明显的 今天是由电子类股 23的电子类股带动大盘往上攻 今天大盤涨了1.34% 1.348 电子2.06 金融类股 金融类股0.67 塑胶呢 塑胶0.93 0.93 银件呢 银件0.89 所以各位菜类投票 我只想跟你表达 今天是由电子类股往上攻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看一下台湾50成分股好不好 我想跟你引导某些概念 我这样子去跟你解盘 一定有我的道理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台湾50成分股 台湾50成分股 这是用涨的幅度来做排名的 涨的类股的幅度来排名 第一档第二档第三 第一档第二档第三第四第五第六 第七第八第九第十 今天的前十名 今天的前十名 宏达电 晨星 广达 联发科 联电 人保 台湾大哥大 远传电信 台积电 华硕 今天台湾50成分前十名的 几乎都是电子股 当然你可以把台湾大哥大跟远传 你可以把它视为电子股 电信类股 那你也可以把它视为 是所谓的我们讲的资金保守型的 现金殖利率概念股都可以 但是原则上今天今天几乎都是电子股往上攻 好所以各位亲爱的投票我要跟你表达什么 我要跟你表达是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台股这根K棒 还记不记得 上个礼拜五台股这根K棒跌了132点跌下来 跌132点跌下来 市场告诉你什么 那天台积电跌停 台积电跌停嘛 好大立光跌停 可乘跌停 宏达电跌停 我应该没讲错嘛 那天233年的台积电 上个礼拜五台积电跌停嘛 2474的可乘上个礼拜五跌停嘛 2498宏达电上个礼拜五也跌停嘛 3008的大立光上个礼拜五也跌停嘛 我在那天告诉你 我说这一天 这一天对电子骨而言 它是五穷六绝七上吊的最后洗盘 那天我告诉你 当全市场告诉你 Intel的法说 看衰 看衰第三季 PC嘛 Intel是PC嘛 台积电的法说告诉我们 它对第三季 尤其是手机的库存 比较保守一点点的时候 一个Intel是PC 台积电第一人代工 它反映的是手机库存 当全市场告诉你电子骨 看衰的时候 告诉你弃电子 买金融跟穿产的时候 我们告诉你这一天 就是这一天 就是这一天 礼拜五 我们告诉你 那是五穷六绝七上吊 最后的洗盘 因为万般打压只未进 为什么要进货呢 因为要面临中国大陆 十一长假 八月跟九月的拉货需求 所以今天开始 电子股全面做反攻 好 那我们要讲大盘了 讲大盘了 今天这根K棒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为什么会这样讲 这一部分我们告诉你 它会拉回 拉到这一天我们全面做多 这一天我们告诉你 外资压低结算结束了 那时候外资还布空单一万多孔 我们告诉你会反弹ABC 拉回ABC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们告诉你这边反拉 四百点 这边也四百点 所以开始做拉回 老师 有点不太准 今天大盘 涨了一百零九点 今天大盘涨一百零九点 昨天大盘涨了四十三点 好像有点不太准 好像嘛 还没决定嘛 以我们现在解盘的时间点 突破八二六五 我改变我的看法 突破八千两百六十五点 就这里 突破八千两百六十五点 我修正我的看法 如果没有突破之前 以我们现在解盘的时间点 请你不要自己下自己 操作股票过程中 你难免会看对 也会看错 做股票 做股票跟人生一模一样 不如意十三八九 红相老师 我觉得你都不会错 我也会错 错只是你修正的时间快或慢而已 错只是你修正的时间快或慢而已嘛 那时候告诉你这边是最低点 结果多破一天才起来嘛 不是吗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这边 最低点全面做多嘛 破一天拉起来嘛 也错一天啦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这边沿路放空嘛 我说突破七千九百一十三点 我们由空翻多嘛 所以错一天两天三天嘛 我会错嘛 好 那现在 都还没突破八千两百六十五点 你何必自己下自己呢 操作股票 你不需要随着今天大盘 电子股很强 我知道 我看多电子股 我也知道 应该这样讲好了 这边市场告诉你QE3要退场 QE要退场 告诉你中国大陆热钱荒 告诉你埃及政变 告诉你希腊跟西班牙 葡萄牙的欧债即将风云再起 有下来吗 没有啊 这一天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天 这一天市场告诉你 我告诉你 不会 我说差七点而已 还记不记得呢 那一天收盘价是七千八百八十六点 我说七千 七千八百七十七点 跌破 要来修正 再来做修正 我今天只是想透过这个例子 跟这个例子去跟你做引导 操作股票的过程中 你要自己有规划 你应该知道你自己的忍受的 例如说停损点 你能够忍受的资金的风险有多少 所以我常在节目讲一句话 影响你股票的输赢 不是因为你基本面 也不是因为你技术面的问题 而是你内在稳定度 就如同这里 你能不能说这边是定子股 人家最后做细盘 也许你可以接受 也许你没办法接受 但是今天 定子股开始做喷出 大盘 我不会因为今天涨或跌而改变我的看法 我还是告诉你 这里反弹ABC 拉回ABC 所以 所以哦 仔细听哦 如果它突破8265代表什么 如果它突破8265代表它是12345哦 对不对 如果它突破8265代表它是走12345嘛 对不对 那也不错啊 代表它反弹5波比我认为的反弹ABC 来得强一点点嘛 如果它能够反弹5波 至少 我看错啊 但是至少它影韩的 多头力道 比我们当初想象中 来得强一点点 那代表 今年的第三季跟第四季的行情 比我们预期中来得大嘛 看错是事实嘛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突破 8265它影韩的意义是什么嘛 那在今天还没突破之前 你何必自己下四季 也许它可以这样子ABC 也有可能嘛 所以 以我们现在解盘的时间点 请你不要自己下自己 把你认为你应该改变的点位设定好 8265点设定好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说股票 输赢 债应对 就是这个道理 大盘讲完了 电子股讲完了 我们讲个股 今天市场的焦点 应该是在2498的宏达店 宏达店今天出席后 今天亮灯做涨停 各家的投票 这样的股 我买210块 211 210块 211 就这一天 这一天 这一天 206这一天 7月3号 我买这一天 我套牢 40嘛 我买这里嘛 210块 211 特票 我套牢嘛 好 那现在我要告诉你 该如何 反败为胜 也就是说 你看所有的投资理财节目 或者你今天看所有的投股老师的节目 每个人都只会告诉你 他的股票 资资涨停板 资资创新高 我今天也可以拿 联发科出来讲 所以联发科买这里 到今天 我今天 这一天买 今天冲高 做获利了结 落盖尔安 我今天也可以拿 光纤概念股 告诉你 今天柯纳 掌停板 我今天也可以拿 4G光纤概念股 告诉你 新复兴今天 创新高 那个都于事无辅 今天想跟你谈一些零类的 如果只是想听 知智涨停板的 知智创新高 那 看节目没有说过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 既然都已经花十几分钟了 那就 对你有收获的节目 这一档个股是 3673TPK 好TPK TPK 跌下来 跌下来 我们在这里告诉你什么 我们告诉你 他这边止跌了 哪一天我忘记了 大概就在这几天了 这几天我告诉你 他止跌了 所以我告诉你 他可以开始高出低进 赚价差 对不对 我说他止跌了 你可以开始透过高出低进 周转力的方式 把你的成本降下来 所以他拉回不破低 所以他拉回不破低 了解意思吗 宏达店 套牢是事实 至少我不会告诉你 280套 270买 260 250 240 210 119 180 沿路摸底下来 今天宏达店真的可以放 短线做止跌 今天短线做止跌 所以 拉回里当不破163 拉回里当不破163 如果拉回跌破163代表 他必须重新足底再上 既然他拉回里当不破163 所以你可以开始高出低进 赚价差 差错股票套牢 十之八九难免 但是你要知道 你该如何反败回胜 就像2317的鸿海 我们告诉你 这边 大盘还没落底 他已经率先做落底了 鸿海在这边 已经高档强势整理了 所以 我要给你带出Apple Apple Apple 美国Apple 昨天我们讲过 这是Apple的股价 Apple的股价 今天晚上Apple即将举行法说会 Apple今天举行法说会 好 所以 他的法说不是高于预期 就是低于预期 但是我希望 我希望他低于预期 如果他低于预期 股价拉回 利空拉回 不破385.1 股价拉回也不破这里 这里是多少 这里是388.87 388.87 如果Apple的财报不如预期 法说不如预期 拉回 不破这里 也不破这里 那代表什么 代表他的低点 代表他的低点在这边 已经一滴比一滴高了 代表他的低点在这边 一滴比一滴高了 代表Apple的股价正式做转强 所以你应该去留意鸿海 好 投票 鸿海为什么这波那么强 Apple股价转强了嘛 那你也可以告诉我 因为他的健汉 网通族群这一块 开始在做发动嘛 好 投票 今天市场要传出鸿海 即将发展自己的平价手机嘛 好 不管如何 我们看一个4G光纤这一块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4G光纤这一块 我们先看网通好了 网通 网通这一块 今天大盘电子类股涨2%多嘛 2%多嘛 好 我们看网通这一块 台阳台灵这边 这边 这里以上 这里以上是涨2% 涨2% 然后这边涨2% 另外呢 另外我们看一下 这是4G 4G今天涨2%的 到这里 到这里 涨2% 好 各位现在投票 上个礼拜六 如果你有来听我们讲座 我给你引导一个概念 也许你问我 老师 这么多股票 这么多股票 敢不去 拿对的起来讲就可以了 拿涨的起来就可以了 我今天想利用几档个股 去跟你引导 去跟你推论 希望你能够举一反三 好不好 我们开始一档一档来推了 4909 新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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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价一直创新高 老师 今天有卖押出来 对啊 今天有卖押出来 好 股价呢 股价沿路的创新高 股价沿路的创新高 大盘电子股做破底 他股价沿路的创新高 这是新富星 好 再来看其他个股 再来看几档个股 嗯 这边 等一下 新富星 好 我们再来看其他几档个股 好 申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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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盘在破底 申达科持续的做上涨 申达科持续的做上涨 先锋 大盘电子股在破底 先锋持续的做上涨 刚才我们看先锋 看申达科 看新富星 对不对 好 所以 投票 我应该是少讲一档个股 我看一下 有没有在这里 我应该是少讲一档个股 破洛威也是持续的上涨 破洛威也是持续的上涨 我应该是少讲一档个股 我看一下他有没有在这里 先锋讲过了吗 先锋讲过了 应该 等我一下 健汉 健汉也创新高吗 另外一档个股 股票 名字稍微忘记一下 我看一下 有没有在这里 应该是有在这里 我看一下 健汉讲过了 好 健汉讲过了 所以 好 我们就先这样子好了 刚才我让你看 幸福星 幸福星 还有先锋 深达科 投票 健汉 我刚才看到这些个股 或者是 这些个股 你可以发现一个现象 这些族群都领先大盘 电子股 创新高 这些是比较偏向上游的个股 上游的个股 我们曾经告诉过你一个概念 我说目前NCC是在6月收送件 8月15号即将第一次书面申请做通过 9月要正式招标 上游的已经刚才你看到 已经开始一档一档持续的创新高 所以我只要告诉你 隐含的告诉你 推论的告诉你 这个族群它是长真的 所以它的上游已经率先做反应 所以如果你措施到上游的话 当然你上游的个股拉回 你可以慢 因为枪者很强 除了这个之外 你要去留意 中低下游的 开始底部打底 它已经开始要做上涨了 如果大盘在这里 这一根 电子股 台积电跌停 鸿达电跌停 大力光跌停 可乘跌停 这边是五穷六绝七上吊最后的洗盘 真的希望你好好把握 这一波电子股 7月份之后 8月9月的拉货需求正式开始 节目最后 我们在这边做结束 就祝你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的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谨慎评估并支付投资风险 下面的颜慨 等会